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1月28日 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一起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是拜登上任的第七天 即是他的頭七 他遭受到連環的挫折 第一件事 德州的法官簡直是清泉 他們就成功力玩狂懶 暫時叫停了拜登的其中一道行政命令 拜登出的行政命令當然沒有好東西 這道被叫停的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要凍結遣返非法移民 這件事一聽到大家都知道很有問題 德州成功暫時叫停了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由民主黨人炮製的 彈劾特朗普總統議案 去到參議院的階段 就提前玩完了 其實這道議案本身 未曾討論和表決 但是 有一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他就提出了一個反動議 就是認為 你這樣走去彈劾一個 已經卸任的總統 是違憲的 好了這道議案昨天就表決了 卻以45票贊成 55票反對 是否決了 但是來講 大家看到的比數 45比55 即是共和黨都只是走了5票 所以就算去到正式的彈劾議案當中 那幫民主黨人 都不會夠三分之二多數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還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去看看德州法院的裁決 實情作出這個裁決的法官 就叫做 Drew Tipton 他就成功這樣 暫時叫停了 拜登所下達的一道行政命令 那道行政命令就是要在100日之內 暫停 遣返大量的非法移民 於是拜登紅心勃勃的 移民舉措 就遭遇到挫折了 講一下 Drew Tipton 法官的背景 為什麼他會那麼勇猛 那麼神威 敢於向強權挑戰 原來 他是特朗普總統時期所任命的 德州南區法官 Tipton 法官現在這項裁決 有效期就是14天 在這14天之內 預計拜登政府 會就著裁決提出上訴 實情幾乎整個德州法院 上上下下 對於拜登那道行政命令 都是不以為然 比如說德州的總檢察長 他就認為 如果拜登那道行政命令生效的話 將會為德州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害 因為 如果有更多的非法移民滯留在德州的話 就會造成極大的財政負擔 尤其是增加教育和衛生方面的支出 其實這一項裁決根本就叫做合情合理 拜登那些行政命令根本就是罔顧了 各州的財政狀況 你說如果將那些非法移民全部送去加州 其他各州我相信就不會怎樣吵 問題就是 拜登這道行政命令 就向著 中美洲那些有意非法移民的那些人 釋出了一個 非常之創意的訊號 因為你100天之內 都不驅趕他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認為是有機可乘 就會大量這樣湧到美麥邊境 偏偏德州和麥西哥接壤的邊界就非常之長 其實就是在找德州笨實 當然你拜登精 人家德州也不笨 法院馬上就作出了這項裁決 試圖力玩狂難 其實 你說暫停遣返這些非法移民 就算對於左膠對於民主黨的支持者來說 都是沒有好處的 始終人多了 你說那個負擔是不是重了 你負擔重了的時候 拜登就只有一招 就是加稅加稅加稅 一加稅的時候 最終受害的 又是他自己 其實那些左膠也要埋單 民主黨人也要埋單 不只是共和黨人 所以 稍微有一點點理性和常識的人 都應該要反對拜登這道行政命令 如果不是就是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到最後 那些錢從何來 誰供養這班人 又是美國所有的納稅人 其實德州現在的裁決 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他就在他可行的範圍之內盡力而為 縱然這個裁決有效 只有14天也好 但是已經成功逼使得 拜登方面要派人去德州法院應訊 你要提交一些強力的證據出來 證明得到為什麼拜登要推行這道行政命令 這些就是據理力爭 就是積極來面對 做人也應該是這樣 其實不需要整天藍藍治癒 在這裡自怨自艾 自暴自欺 就說這個不行了 那樣不行了 世界末日了 天下跌下來 實情的情況有沒有壞得那麼厲害呢 我就不喜歡在節目當中放負 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這個就是我的原則 接下來就說一下 那幫民主黨人炮製出來的鬧劇 就是彈劾特朗普總統的議案 在參議院階段就提早玩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Rand Paul 他就發起了一個反彈劾的議案 認為你走去彈劾一個 前總統 就是為之為憲的 這一項的 反彈劾議案 剛才我們有說過 贊成就是45票 反對就是55票 那走了那5票有什麼人呢 其實都是 不是我們經常看的鐵膽 只有一個鐵膽就是 Pattume 那個一向都是 不是很討特朗普的 但是你說那幾個熱門都跑不出 比如說 麥康內爾 或者是羅姆尼 現在看不見了 跑得沒有影 還走去 贊成這個反彈劾的議案 實情這班人就真的奸得出執 他走去支持反彈劾 就不代表他們改邪歸正 純粹就是因為覺得 現在既然你那個彈劾議案都擺明過不了的時候 不如又走去反彈劾 因為你走去彈劾他都沒用了 你都不夠票 你還走去贊成彈劾他的時候 豈不是做了共和黨裡面的罪人 他們當然說要反彈劾 反彈劾不是代表他們的心 跟特朗普總統和解 而是這班奸仔 他就是要留在共和黨裡面 牽制著特朗普總統的影響力 方便將來他們一有機會的時候 又出來做駕倆 現在這五個賭歌的共和黨籍參議員 全部都做了傻子 全部都做了 揭曉了把體牌出來給人看 不過最奸都是那個馬康萊爾 先頭又叫那些參議員 要憑良心來都去投票 他暗示自己是會投這個 贊成彈劾 誰不知現在有人提出反彈劾 他又贊成 這些人哪有邏輯哪有原則 全部都是政治理掛稅的人 浪費了 然後又再講一下特朗普總統的近況 他最近 出了一篇聲明 這篇聲明就是要endorse 就是為一個人背書 這個就是Sara Sanders 他是特朗普總統的其中一名 鋼鐵粉絲 他將要參選 阿肯息州的州長選舉 特朗普總統 意不容辭地 這樣以他的名義去支持他 endorse他去選 大家又不需要擔心 那些什麼投票機 因為阿肯息州 就是用傳統的投票方式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 紅州 到底特朗普總統在卸任之後 能不能夠打響投票呢 應該就可以 因為這些州是很正常的 傳統上都屬於紅州 另外 要講講的就是 現在特朗普總統的口號 就從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轉了做 Save America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信 下個台頭那裏 他的口號是轉了 一路用開 都是讓美國再次強大 現在就轉了是拯救美國 其實都是很合乎情理 因為現在拜登上任之後 他就會搞回美國 當然要有一個強者出來拯救 最後就想講講 關於這個 布林肯 就是拜登所欽點的國務卿 昨天就在參議院裡頭 通過了任命 正式成為了 國務卿 我又想講一件事 有些KOL 就在這裏亂吹 就說布林肯是會繼承 蓬佩奧那個強硬的對話路線 又再一次破產 這些人說得出是說的 實情那個判斷能力有沒有低得那麼緊要 還是故意說一些其實就是 可能適合那些人聽 或者是在販賣一些假的希望 布林肯哪有繼承蓬佩奧的路線 胡亂說 他剛剛 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說了一句說話 他就說 中美關係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雙方雖然存在著對抗和競爭 但是 也是不乏合作的 他還說如果中美雙方一起共事 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話 就是可合作的領域 包括了在氣候議題方面 對抗全球暖化方面 對中美和全世界的國家都有利 他說這些說話 根本上你說他是不是 所謂 繼承了蓬佩奧的路線 顯然就不是 蓬佩奧說也不會說這些 所以為什麼布林肯會繼承了蓬佩奧的強硬路線 說出來這件事本身已經是沒有常識 判斷能力也不會說差得那麼交關 作為一個正常人 根本上就是為了說而說 就是在這裡騙人 就算是要吹捧民主黨 也不是吹捧得那麼噁心 你不就等這隻布林肯有什麼實際事出來做了的時候 你才再作評論 再作吹捧 現在這一刻就跑去吹捧民主黨的KOL 真是把鬼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